该死共鸡,全民哀悼飞观之际,今上午仍饶我西南空域。共鸡去年至今袭扰台湾空域频繁,我国空军频繁升空应对,间接造成战机坠海的不幸意外。 正当全民,对飞观罹难表达哀悼,共鸡仍连续吸扰西南空域,相当令人愤怒。根据广播及航迹记录,共鸡11时30分进入我ADIV西南空域,高度4800公尺。 我空军在空警界并广播驱离,内容为中华民国空军广播,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9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,你已进入我空域,影响我飞航安全,立即回转脱离。 从1948年解放济南开始,我们一路打到了闽南,在我们脚底下的这片土地,我们坚守了七十几年。 今年,我们有六个月都是在助训场度过,我们很多同志每天身上都是湿的,我们有很多同志身上的皮掉了一层又一层,但是我看我们圈里冠兵,没有一个人叫呼叫泪, 因为我们都知道,我们单兵就是为了打仗,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列党指挥,兼党成长,国国严格!